佛教是中国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深深的融入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 佛像作为佛教信仰的象征 也是中国传统工艺和雕塑艺术的杰作 展现着中国古代智慧和造型记忆 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你都可以发现壮丽宏伟的佛像 这些佛像不仅代表着宗教信仰 更是中国文化宝库中闪烁的瑰宝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索中国国内的十大佛像 感受他们的庄严与庄美 一 三亚海上观音高108米 三亚海上观音位于海南省三亚市 是中国最大的海上佛像高达108米 这座气势恢弘的观音像 矗立在南海之滨 静静地守护着这片海域 观音像的脸部表情慈悲 给人以无尽的宁静与慈爱 无论是远观还是近观 都让人感受到它庄严肃穆的气息 海上观音还被誉为观音伏地 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前来朝拜和参观 三亚海上观音背后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座佛像的建造始于1998年 历史多年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它是用数百吨的铜彩打造而成 外表度以金色 反射着阳光下的耀眼光芒 在三亚的海域上 这座庄严的佛像成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也是游客朝拜的重要圣地 二 四川乐山大佛高71米 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 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客佛像之一 这尊大佛高71米 错落在明江和清一江的交汇处 是中国四川省著名的旅游圣地 乐山大佛的雄伟壮观 令人叹为观止 他的历史悠久 是中国古代工艺和雕塑技艺的杰作 乐山大佛是由唐代开创的佛教大师 贞观法师所发起修建 佛像背后有一个传说 据说在唐代 乐山曾遭受连年的洪水灾害 民众流离失所 生活艰难 为了安抚民众的心灵 贞观法师发起了建造佛像的计划 希望借佛的力量保佑乐山平安 历经九十多年的辛勤建造 乐山大佛终于在唐代 大约的823年竣工 乐山大佛是用红沙岩雕刻而成 整个佛身共分头 脖梗 身躯 衣袍 腰带 群居 裸体七部分 佛像胸膛中刻有一条隧道 可供游客步行参观 感受佛像内部的神秘与庄严 乐山大佛以其壮观的气势和细腻的雕刻 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代表作之一 三 无锡灵山大佛总高88米 无锡灵山大佛位于江苏省无锡市 是中国最大的同佛像 这尊大佛总高度达到88米 坐落在灵山风景名胜区内宛如天人合一 庄严肃穆 灵山大佛是江苏省著名的旅游圣地和佛教圣地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朝拜 无锡灵山大佛的建造始于1997年 历史多年耗费大量人力和物理 整个佛像由数千吨的青铜材料组成 外表度以金色 呈现出金碧辉煌的光彩 灵山大佛坐落在灵山之巅 背靠苏南平原 面朝太湖 山环水绕 美景如画 佛像庄严肃穆 显得慈悲壮重 无论是远观还是近观 都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除了灵山大佛本身的壮丽外 整个灵山风景区也是一处旅游圣地 灵山风景区内有佛教寺庙 古代建筑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构成了一幅山水相应的美丽画卷 在这里 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庄严肃穆的灵山大佛 还可以感受到佛教文化的身后底液 领略到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完美融合 四 香港天坛大佛总高34米 香港天坛大佛位于大雨山的昂平 是香港最高的户外青铜佛像 总高度达到34米 这座巨大的佛像庄严肃穆 金身光彩夺目 是香港的重要景观之一 从香港岛搭乘缆车至昂平 游客可以近距离欣赏到 这座震撼人心的大佛 香港天坛大佛背后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液 佛像建造于1993年 耗时12年 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青铜佛像之一 佛像高耸入云 端坐在莲花宝座上 面向香港市去 象征着佛法的普世胜利和慈悲普度 天坛大佛的右手高举着宝珠 象征着智慧与慈悲 而左手搭在膝盖上 表示守护与庇佑 除了庄严肃穆的佛像本身 昂平还有着美丽的自然风景 和丰富的文化活动 吸引着游客和朝拜者前来参观和朝拜 登上昂平 游客可以俯瞰香港的美丽景色 欣赏到香港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美丽 同时 在昂平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展览和佛教文物 游客可以了解到佛教的智慧和博大精神 5.敦化金顶大佛高418米 敦化金顶大佛位于吉林省敦化市 是世界上最大的释迦牟尼佛像 这尊巨大的佛像高达418米 高耸入云 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敦化金顶大佛是吉林省的重要文化遗产 也是吸引游客和虔诚信仰者前来朝拜的圣地 敦化金顶大佛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佛像的建造始于2002年 历史多年 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整个佛像由数千吨的青铜材料组成 外表度以金色 反射着朝阳的光芒 有如一颗明亮的明珠 佛像高耸入云 象征着佛法的普世胜利和慈悲普度 6.太原蒙山大佛高59米 太原蒙山大佛位于山西省太原市 是一座雄北的岩石佛像 这尊大佛高59米 矗立在蒙山之殿 福看 这太原市区 蒙山大佛是山西省的重要文化遗产 也是太原市的重要旅游景点 蒙山大佛的历史悠久 佛像建造始于386年 历经多次修复和扩建 整个佛像由岩石雕刻而成 背靠蒙山 面朝太原市区 庄严肃穆 蒙山大佛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佛像建造始于386年 历经多次修复和扩建 整个佛像由岩石雕刻而成 背靠蒙山 面朝太原市区 庄严肃穆 蒙山大佛始建于北戚天保年间 距今已有约1500年的历史 是中国北朝时期体量最大的 磨牙大佛和佛格 原是蒙山开化寺后的磨牙佛像 唐高祖李渊 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 护唐武皇帝李克用 护汉高祖刘之远都曾来赐礼佛 元朝末年 蒙山大佛被毁 1980年的太原市地名普塔中 蒙山大佛被重新发现 蒙山大佛现场外露胸颈部分 高17.5米 宽25米 颈部直径宽5米 唐代记载高200尺 安唐普通尺计算约合近63米 目前世界上有缺些纪念 开凿年代最早 体态最大的巨型磨牙时刻 释迦牟尼佛像2007年起 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和开发 2008年10月 蒙山大佛向公众开放 7. 峨眉山市方普贤菩萨高48米 峨眉山位于中国四川省峨眉山市 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在峨眉山上有许多重要的佛教寺庙和文化遗址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普贤菩萨 峨眉山上的普贤菩萨像高达48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普贤菩萨像之一 这座巍峨的铜像庄严肃穆 被视为佛教圣地之一 吸引着众多信众和游客前来朝拜和观赏 这里融合了佛教 道教和儒家文化 以其壮丽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人文历史而闻名 游客们可以在峨眉山感受到深厚的宗教氛围 并欣赏到精美的寺庙建筑和文化艺术品 总而言之 峨眉山普贤菩萨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被人们视为智慧与慈悲的化身 对于信众和游客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八 平顶山中原大佛总高208米 中原大佛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乡 上汤村佛泉寺 是世界上最高的佛教造像 它由莆田兴盛工艺 国家非物质文化一战记忆传承人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协会副会章 林圣标大师于1997年设计制作 大佛总高208米 身高108米 莲花座高20米 金刚座高25米 须弥座高55米 中原大佛屹立于玉枕山环抱之中 大佛在天瑞集团的资助下 2002年动工 历史五年 厚资2.8亿人民币 2007年 中原大佛终于建造俊工 佛像庄严祥和 气势宏大 唯威屹立中中 佛光普照天下 2008年9月29日上午9点59分 河南鲁山佛全寺 两岸四地108位高僧 兵集这座千年明沙 为中原大佛开光 祈祷国泰民安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义成长老 台湾地区佛光山开山 宗长星云大师 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 绝光长老等这样的高僧大德 更有众多来自日本 澳大利亚 韩国 法国 印度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佛教徒道场 九 九华山地藏王菩萨 高150米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 九华山风景名胜区内 是世界上最大的 地藏王菩萨像 这尊巨大的菩萨 高150米 出离在九华山 威俄的山边 显得庄严肃穆 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圣地之一 也是游客朝拜的重要目的地 九华山以其雄伟的气势 和华丽的外观文明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前来参观和朝拜 地藏菩萨是佛教菩萨中的一位 被尊奉为地狱救度的众生之父 他以无量慈悲心和誓愿 愿意舍弃自己的解脱机会 去帮助那些在地狱中受苦的众生 地藏菩萨被视为相善于救度的凯摩 他的名字地藏意为地府的宝藏 象征住他的使命是藏身地狱 救度众生 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的道场 具有浓厚的佛教氛围 是信众们修行和寻求心灵安慰的重要场所 九华山的自然景观优美 山上还有丰富的文化古迹和历史遗址 使得参观者能够获得身心灵的愉悦和启迪 十九江东陵大佛高81米 东陵大佛位于中国江西省庐山市温泉镇的庐山山路 是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东陵寺的标志 是中国集全球第一高阿弥陀佛像 北一庐山主峰 群山环抱 山水相连 弥陀坛成 静宗道场 朝圣圣地 是一方集朝圣 修行 弘法 教育 慈善 安养为一体的净土 须弥抬四角落为四尊菩萨 分别为 东南角南无观世音菩萨 西南角南无大世之菩萨 西北角南无普贤菩萨 东北角南无文殊菩萨 四尊菩萨全身及塔身和佛像一样 左爹真经功成 真经外还有七 以四十八米阿弥陀佛接引铜像为核心 组成部分包括净土文化区 新东林寺 比丘宁院 引益文化区 安养区 海会堂 大德经社区等 唐代建筑风格的建筑群严筑中轴线布置 呈现出中国古代圣山建筑群的经典建筑空间组织形式 将中轴线的主要建筑依序展开 建筑空间开合有致 起伏跌宕 佛像坐落在半空之中 登山阶梯时平时起 兼有红桥飞跨 平台远调 形成一个事业开合 高度起伏 张弛有序的礼佛拜佛空间序列 使阿弥陀佛的神秘 慈悲 庄严见次展现在信众面前 东林大佛专案总投资约十亿元 动用四十八千克黄金为大佛度金 佛像身高四十八米 仪表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大院 总高八十一米 为至霍言宝盖顶点之举 仪表九九八十一 意为修行成佛艰心不易 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这些壮丽宏伟的佛像 都是佛教信仰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 它们不仅展现了佛教的智慧和慈悲 也是中国传统工艺和雕塑艺术的杰作 无论是在山间 海边 还是在城市之中 这些佛像都是中国文化宝库中闪烁的瑰宝 在这些庄严肃穆的佛像面前 人们不禁心生敬畏 感受到宁静与平和 这些佛像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 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造型技艺的杰作 展示了中国古代智慧和文化的辉煌 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巨大佛像的壮丽和庄严 感受佛教的智慧和慈悲 体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愿每一位见者都能平安健康 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庇佑